上午老保局人员照常上班 却传出有员工确诊 一名女电话服务员 27号身体不适 28号确诊 目前尚未确认案号 指挥中心表示 疫调还在进行中 确诊的老保局电话服务员 平时在11楼工作 同层楼接触69人 匡列28人 目前一踩都是阴性 陆续会回到工作岗位 后续每三天快下一次 很害怕他会不会又是 另外一个不明感染源 我们也担心说 他的社区是不是已经遭受了感染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证实 在增加7位个案 另外6位也住在中和 中和昨天有两个确诊 个案中和的一个公寓大厦 有6个阳性确诊 本土不明染源遍地开花 足迹也遍布各地 北市卫生局最新疫调 28号确诊的中和女 曾到京湛威秀影城看电影 在密闭空间停留时间长 另外三重女业务员的丈夫 曾到过新光三越南西店 和内湖好事多 丈夫的朋友也曾到查餐厅用餐 两度去美学馆做SPA 另外海洋大学确诊的老师 因为到过银河小吃店用餐确诊 足迹也到过台北的上海菜馆 和同乐咖啡 拖口罩的场所一定是最容易会造成群聚感染的机会 危险点确实是蛮多的 因为毕竟都是餐厅 莫传播其实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都是在室内 专家提醒不明染源难以预料 出门逛机用餐 一定要把口罩戴好戴满 以免病毒染上身 接着杨树草原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放久了 好像你就不知道 担心它的效果会递减 那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呢 就不用担心 它只要把这个倒进去 三分钟 三分钟就可以生成 四公升的水神 四公升很够用了啦 真的 那这一组呢 大家扫这个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 已经开始上架了 谢谢大家